而全国法规资料库竞赛 今年也纳入了香港反送中实施议题 决赛开始参赛学生紧盯荧幕 一题接一题选答 手上也没闲着 叫资料库出来查询法规 成年人都不见得看懂 这群国高中生却得见招拆招 他们从将近14万人之中过关斩将 才能晋级决赛 有人甚至一个月前就开始拼 不能睡午觉 然后要一直练法规 要看很多法条会很累 看全部可能会看不懂 就抓一些重点下来记 不然你要记全部好像也记不太得 学生用法律知识一较高下 但不论名次如何 主办单位希望法治教育向下扎根 才是比赛真正的用意 教育部很高兴跟法务部 从12年前就开始合作 我们决定要用一个 更具有创意的网路的法规的 传观的竞赛 来鼓励我们的各级学校的学生来参与 来用竞赛的方式会提高大家的参与感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举行总统副总统 立法委员的选举 我们也要需要透过这样的法治教育 让学生来影响家长 影响长辈 大家共同来反汇选 不只学生 老师也有挥洒的舞台 同样结合法规资料库设计课程 除了两大主轴反汇选反酒驾 有教师别出心裁 针对反送中议题发想 包括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的界限 假消息又会触犯什么法律 让热门时事走进课堂教学 记者综合报道